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市长感谢远景们牺牲年假辛苦职情 也请听市民朋友们的意见 这个可以动让车子要比较 好的 你觉得有在比较 这边比较好 对 那如果去比较反面看的话 就会还有改善的控制 假如要考虑到老人家 我们可以说这个里面的报告 在那里 他能不影响 他能不能整理 加油 市长加油 谢谢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表示 基隆市许多汽机车的驾驶人 在行进路口时 转弯往往不会离让行人 出现路口人车真道的情形 让小孩或老人显向还生 为了将基隆打造成温暖 友善的城市环境 基隆市政府从今年春节期间开始 针对友善行人政策加强宣导执法 希望驾驶人提高素养与品德 尊重行人路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副总统赖清德 接下民进党主席一职后 与前基隆市长林佑昌 在大年初一前往基隆庆安公与 慈云市参拜并发附带 强调会拼经济照顾全民 牵着舅舅总统府国策顾问洪勇 在前旧事长林佑昌 旧事议会议长佟志伟 与多位党籍议员陪伴下 副总统赖清德虔诚的向基隆骂上香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大连初一赖清德特别走访基隆庆安公 除了向舅舅童勇请安问好 跟在现场发发议员辅担 吸引大批民众排队领取 拿到的民众直呼好开心 超开心的 超开心的 你是真诚来的吗 对 带小孩专程来的 你拿到红包就来 很开心 杰任民进党主席 赖清德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他希望能团结全体党员 并结合所有力量守护台湾 促进民主繁荣及和平 具体的做法就是发展经济 我们希望可以团结 全体党换 先进 反共和台湾社会的力量 可以来完成台湾在新时代新的苏联 就是修台湾 促进台湾的民主和平和官员 具体的做法就是拼命 所以经济发展是第一要有 经济发展是第一要有 经济发展后要专民有养 这个公司 不可以策略任何这个人 健康人要顶着照顾 欲世价要顶着服务 政府要有优于保护仇 社会才会安定 赖庆德强调经济发展的果实要全民共享 另外国家一定要强 国防一定要有力才能保护和平 亲戚啊 这样来到基隆妈的造成 青雄山珠一定变成 就是基求我们的妈祖部 可以务必台湾 务必我们大家每一个 我们大家共同打招 只要我们感心 无论外面的条件有多大 我们一定有那么多人顺利 所以我希望这位 这样给大家祝福 我们大家拜托 我们到头打招 一定贏 好 谢谢大家 我来祝福 被外界多次点名入閣了 前旧市长李佑昌泽 再次感谢市民的支持与栽培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祝福福福福祉 今天我们外国总统 第一张策印 来我们庆南共蒼白 带我们台湾 带我们国家来祈福 我相信 我们今天 祝福 我们拜拜 所有的我们的民众 大家都是最有福的 又趁在这里 感谢大家的在乎 第二的新年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欣赏事成 万事如意 红酷大赞 恭喜 感谢各位 谢谢 议长佟 则期许赖副总统 明年能顺利当选总统 再以总统身份 来庆安宫发红包 在疫情后的这个时候 大家今年 你看我们清安宫聚集了这么多人来领 赖主席赖总统的红包 我想这代表我们经济会逐渐的好转 然后日子会正常的 正常来 慢慢的会恢复正常 我想在新的一年这样子的吉祥 然后我想赖副总统跟林又昌市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议员 都在这边一起欢迎大家 然后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而且我们赖副总统在行政院长任内 跟又昌市长 剥划了现在整个大基隆的发展 我想接下来让他担任总统 基隆会持续的成为台湾头 台湾的骄傲 恭喜 而在春节期间 警察 消防员 以及环保局清洁队员等公务人员 都是不休假 持续为基隆市民服务 议长童子伟 特地代表基隆市议会 带着下午茶套餐 慰绕这一群辛苦的公务员 传递温暖与敬礼 春节期间 包括警察 消防 以及环保局清洁队员等公务人员 都是不休假 持续为基隆市民服务 维持春节治安及交通顺畅 救灾救护和清运垃圾等工作 特别是10天春节假期 几乎都在低温中度过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特地代表市议会 带着下午茶套餐 慰绕这群辛苦的公务人员 我们分别到这个 暖暖消防分队 七堵消防分队 还有消防的七堵分队 以及我们警察局交通队 还有我们环保局的清洁队 分别来跟我们的所有同仁 值班的同仁说声感谢 跟表达我们代表议会最高的敬意 我想在过年期间 我们警、消、还有清洁 他们的休假时间是照牌、轮休 所以没有办法 不一定有办法跟家人来团聚 然后也因为有大家 所以我们在安全 还有环境的维护上 都可以让我们基隆人 可以享有最高的品质 那过年期间 也发生了几件火灾的事件 那警销同仁也非常辛苦 所以我想带一点点的心意 下午茶 来表示我们对大家的感谢 跟这个慰问 对于议长同梓委 以及市议会这份暖心的敬意 大家都是满满的感动 因为今年过年 然后疫情也开始趋缓 所以围路跟准备的人也比较多 猜色的准备有 所以市场跟坎仔丁渔市的垃圾量也随之大增 那所以同样也很辛苦 在除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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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大家都轮值值班 恢复市容的一个整体 那也很感谢议长 那摆房之中 来对疫情人的有味道 那在此很感谢议长 本队在执行入口 宣导里辆行人的一些工作 还有包括交通疏导的作为 今天特别感谢议长 资政本队下午茶来未免同仁 而且祝福议长 新年快乐 和家平安 我们所有干部 跟我们基人同仁 都发挥我们所有的一个 那个谨守岗位的一个精神 到我们所有应该屋的地方 去做一个抢救跟屋的工作 那尤其这一阵子 那我们也碰到几件的一个火灾 那所有的我们外景同仁 都顺利把这些災害呢 把它抢救完善 那也特别感谢那个议长 那在这一段时间呢 感念我们所有外景同仁的一个幸福 特别利用时间来扣控 让我们百无七度跟暖暖 三个分寸来做相关的一个慰问 议长佟智慧表示 今年过年期间气温骤降 让民众生活相对不方便 幸好有这群认真执勤默默工作 甚至放弃和家人相聚的无名英雄们 才能让基隆市的环境舒适度 大大提升 市民朋友开心过好年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年假期间 很多人休息 但也有人是来捐血站做公益 他们说这样做好事 可以快乐一整年 好 谢谢 来来来 帅哥 谢谢我董事长 谢谢你很爱 谢谢 谢谢 我还要去市场 我给你赞一下 旁边等一下有办法 协议基金会董事长侯胜茂 特别来感谢这些年 在过年期间 来捐血站做公益的好朋友 为他们的公益行为来按赞 让社会更温暖 今天非常高兴 我这个年假的第一站 就到基隆地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来这边 感谢我们的同仁 更感激我们的捐血人 他们在用年假的第一天 就能够踊跃出来捐血 来帮忙全国的民众 是值得是我们感激的事情 这些真的就是富国菩萨 有一个最好的是善良的心 我们应该感激他 谢谢他们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我想我们董事长 你最爱心 谢谢 新年好 董事长我们站这边比较好拍 好 谢谢 好 我给你赞一下 对 这边帅哥 你好你好你好 你这贵女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做好事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你 你最爱心 你这边没有我也是 对 这也是 这也是 拍个照 拍个照 最帅的 谢谢 谢谢 感激 可以欺账 来 我给你赞一下 这个 好 谢谢 谢谢 你们太太有来吗 在你家的 拜托 一个给你们太太 好 这个 这个 你们老师 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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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车了 你老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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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完生 煎血钢铁人 对 是 是 接着这个 受府丹卫 办这个 官僚外甦 有137人 啊 木捷这个 会 有 1千万万的 那个 细细 哦 那个 器官监政所 和 這人 嗯 长庚 合作 到目前 之前已經有四百零七個來響應這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政育加州 大家都是很努力來推動這個官費活動 讓一些 尤其這個過年 過年這個會是要欠很多 希望各位 洛雪倫來響應這個來 來雞人官費站沒效勳 雞人官費站官費 除夕業啊 一年的最後一天可以就是用那個捐血來做一個紀錄 我覺得超級超級光榮的啊 而且剛剛那個捐血協會的董事長還有來這裡發紅包 我還領到了紅包 我覺得啊 我明年一定會紅運當頭 我已經捐了一千一百一十一次了 已經達標了 不能捐了 我對捐血在這裡等於很有感情 就是有空的話我都會來這裡幫忙一下 當個助攻啊 需要什麼幫忙 幫忙一下而已 協議基金會董事長也特別提到過年期間因為大家都休息 比較少人捐血 但是缺血的狀況並沒有暫停 所以他特別感謝這些有愛心的朋友過年期間來做公益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好久了 久了 有天啊 坐下 我料理贅 還有很多不同人家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地内吊桥 被检测技师判定为围桥吊桥而封闭 市议员李敏勋和当地的李长林乡 也请民众见谅为了安全 千万不要冒险在春节期间闯吊桥来通行 因为直律是缆绳 锈石断裂 以及其他部分也发现锈石严重等问题 地内吊桥被检测技师判定为危险吊桥而封闭 目前我们地内吊桥这个吊锁 因为上次已经发生了两个垂直吊锁 它发生断裂的问题 那经过我们检视发现 它是的确是锈石非常严重 所以经过这一次我们全面的检视之后 连上次的我们底下的这个交叉的连杆 它也发生腐蚀断裂的情况 虽然有民众建议春节期间 是否能够限缩每次过桥人数开放少量通行呢 不过检测技师担心如果硬要开放 难保不会像南方澳大桥突然断裂一样 真的很危险 因为这个吊锁会像 如果断裂的话就像那个南方澳的一样 它垂直吊锁一旦一根钓断裂之后 它可能会发生连锁性的一个危险 所以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让有行人通过 对 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封闭 避免发生像南方澳这种断桥的事件发生 机动市议员李敏勋和当地定和里长林乡 也非常关心这件事 但还是请民众见谅 为了安全千万不要冒险要求 在春节期间开放地内吊桥开放通行 那未来这个刚才就陈塑技师所说 这个地内吊桥它的危险性其实是相当高 所以说很多民众在问说 能不能有开放这个总量管制 或是说能不能办开放的这个状况 其实刚才技师也说的很清楚 是考量到危险性是不能开放的 那所以是过年的期间 可能就还是要麻烦民众 或是那个土地公生的那个圣诞的时候 那可能就要麻烦民众 我们到从新荣街的地方 停在新荣街那边走下去 那这个桥梁检修大概就是要三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会紧盯这个市政府 整座吊桥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经费做修复 原因在于吊桥下方就是基隆河 没有施工机具的卡路 所以修复期要比较久 那这个桥梁检修大概就是要三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会紧盯这个市政府 因为这个它的修复的这个工期会增加 然后难度也增加 因为它底下没办法架那个施工架 所以说它难度会增加 预算也会增加 那但是我们还是会紧盯这个市政府 来做这个整个修散期程 那未来这个LED灯其实也坏了很多展了 那未来我们也会跟这个公务处在持续争取金贝 让我们这个未来连接过港地内 这个过港河滨公园地内和河川休息道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休息步道 连接的这个地内吊桥 是一个很漂亮 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走的这个吊桥 那也感谢里长不断关心 那我们就是紧盯公务处 未来我们会持续在年后赶紧来 请公务处赶紧来将这个吊桥来做一个修复 地内吊桥预定在今年六月左右 可以整修完成重新开放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文化局在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举办太平仑海难74周年追思活动 市长谢国梁汉文化部文化资产局长 陈济明一同献花之意 希望未来台海之间 使用爱和平来善待每一个生命 追思活动的现场 特别邀请七堵重新教会 林富山牧师进行助导 希望借由诗歌来传递家属的思念 也祝福参与的家属及贵宾 在新的一年都幸福平安 用诗歌我们用祷告 我们来怀思我们的先人前辈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恳求你赐下那属天的平安 浇灌在所有遗难者的每一个家属的身上 我们要恳求你的爱浇灌在 每一个弥烂者家属的身上 在你爱中他们要得到安慰 在你爱中他们忧伤的心灵 要完全得到医治 主啊或许他们由因着恐惧 而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或是一些的焦虑 要奉耶稣的名 来祝他们完全得到释放 天父在这时候 我们祷告你的恩惠跟慈爱 要永永远远来随着他们 学书我们也祷告 因着战争所带来的家破人亡 所带来的颠沛流离 主啊这一切的悲哀 我们祷告要完全的离开台湾 学书我们 我们先宣告你是那掌权的神 主啊你掌权在中国大陆跟台湾这两个地方 主啊你把你的平安赐下两岸之间 铁铺你给两岸的领导人有聪明跟智慧 接下来众人到太平伦遇难旅客纪念碑献花致意 在1949年太平伦发生的这个产剧 造成了千人的死伤 刚刚碰到一位阿姨 她在太平伦产剧发生的时候 她才六个月在妈妈身上环游身孕 那其实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父亲 那我们今天办这个追思活动 我觉得最主要是要让我们了解到和平的可贵 因为大家都了解到现在两岸是属于紧张的状态 那我们希望台湾未来一定要和平 绝对不可以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 我想太平伦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历史记忆 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未来台海之间一定要有和平 目前基隆市政府已将太平伦遇难旅客纪念碑 清发战争纪念园区 及周边数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资产缝合起来 整合成为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欢迎民众有空可以到园区走走 感受基隆深厚多元的文化内涵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感悟警察总队长举行交接典礼 新任总队长林温柔宣示就职 针对基隆市警局前一阵子发生远景的风际事件 警政署警政委员黄世青尖交时 要求同人吃饭要问清楚状况 可定林温柔要派带基隆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 基隆港务警察总队长举行交接典礼 新任总队长林温柔接过硬性正式履行 有件于基隆市警察局日前发生 侦察队与帮派要脚聚餐庆生 违反封建案件 典礼尖交人警政署警政委员黄世青 再三叮咛各级干部 吃饭前想要问清楚 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 不断的耳提灭命交代我们这些基层的同仁 千万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 不该去的地方千万不要去 我会等他吗 我会等你 现在吃饭我告诉你 都要首先问清楚 时间点点 跟什么人吃饭 都要问得清清楚楚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 现在没有事 两年后三年后跟你翻旧站 新任总队长林温柔 是中央警察大学 第58期公共安全学系毕业 历任新北市警察局公关室主任 新北市警察局树林分局 海山分局 新庄分局等分局长 学经历相当丰富 过去在82年到92年 曾经在基隆市服务 这是20年后再回到基隆港来服务 我们希望在港区的安全 包括基隆港台北港 苏澳港跟福澳港 我们相信在基隆港警总队的 同仁的权力以赴之下 能够确保整个国境的安全 有鉴于基隆市警察局发生的封建案件 引起了警政署高度重视 下令要求各县市的警察同仁 要维护警察封建 如有违法绝对延办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为了要打造基隆 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基隆市政府在东岸商场一楼 举办情音有爱暖油基隆的活动 邀请国际市长钢琴家许哲成 现场演出获得满场的掌声 画面上就是小爱爸爸谢果良市长 带着喜爱逛街的女儿小爱一起到场 为国际市长钢琴家许哲成鼓励打气 同时跟旅客一起近距离聆听国际级的音乐演奏 哲成是我看过最棒的钢琴家 那虽然他看不见 可是从小他就用无比的努力 来把他的钢琴的造诣 把他训练得比全世界 全台湾任何一个钢琴家 都来得一样的棒 所以我们非常的骄傲 可以邀请哲成来担任我们基隆市的爱新大使 到各地去散播我们基隆有爱城市的一个理念 给各个族群的孩子 各个城市的各种不同的朋友 东岸又是小爱最喜欢来的地方 所以我们干脆来参加 来听哲成的演奏玩 就可以在东岸这边来逛一逛 所以顺便把小爱带来 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小爱爸爸 感谢市长 就是让我这个当地的基隆人 从小在基隆长大 然后到现在终于有机会 在基隆能够来用我的音乐 然后来当这个爱新大使 其实爱新大使是小爱爸爸给我取的 我希望我能够担当这一份 有这个荣耀 这场音乐饗宴选在东岸商场一楼举行 许哲成弹奏者由琴友提供的公共钢琴 一系列应景的春节名曲 让不少民众经过时 被温暖的琴声吸引驻足足聆听 人潮围绕安口声不断 因为那天市府的洋科长就电话给我说 那个哲成老师要到这边谈 我觉得很欣慰 能够帮我们这边是加持 让市民或者是把民众琴友能够觉得 这一块真的是琴友在这边 让大家来谈一谈 是很好的想法 谢果良市长称赞钢琴家许哲成 用个人的毅力 透过钢琴弹奏出美妙的音符 所以他邀请许哲成 担任基隆的城市音乐爱新大使 用温暖的音乐力量与励志的奋斗故事 来温暖人心鼓励大家 传播基隆友爱 太太本身也是一个视障者 是全盲 那我听了之后是蛮感动的 其实视障者他的音感非常好 尤其是哲成老师 因为他在整个音乐的造诣上 然后有在国际上有去做演奏 那当然我们基隆人要珍惜 这个难得的机缘 市长钢琴家许哲成 弹唱你是我的眼 也邀请全场大合唱 现场气氛相当感人 有些民众还红了眼眶 一 二 三 你是我的眼 带我永远世纪的变化 你是我的眼 带我穿越勇静的热潮 你是我的眼 带我远复浩瀚的书海 因为你是我的眼 带我看见 这世界就终于学 大家好棒喔 基隆有爱迎新春 小爱爸爸市长谢果良和官销处长郭继 与交通处长王俊宏 也在现场发新基隆 红兔大展的红包 另外2月10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到6点 情音有爱暖油基隆的活动 在东岸商场一楼还有一个场次的演出 欢迎大家到场聆听 感受音乐的温暖力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